看看还有虚拟观众席有什么样的提问 看到辽宁舰上这些V5的官兵 我们的网友们都沸腾了 也开始各种提问 一路风尘问 台媒称歼10C将会批量交付给解放军 能够对美国的F22隐形战机构成威胁 甚至能媲美国的F35 请问专家这是台媒有意识好做 还是确有歧视呢 真能对抗的话咱们如何制胜呢 F10C来对抗美国的五代机 曹老师吧 好的 首先我们说 这个歼10C 它是在我们国家 就是歼10A 歼10B的基础上 就是改进升级来的 那么它相对于前面的几款飞机 应该说在雷达上有了提升 在这个隐身性能的设计上有了提升 并且在它的载弹量 也就是空空导弹上 这些导弹上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尽管它比歼10其他前面型号的飞机 有了这么巨大的提升 但是它和美国的F22和F35 它不是一代机 因为我们讲的四代机是要有四个S的 人家要隐身性 要有这种超机动性 要有这种超音速巡航了 还有这种机动性 还有先进的电航系统 所以你要从这个指标上来讲 就是这种性能指标上来是有差距的 是有代差的 但是这些网友只是说 对它形成威胁 当然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监视飞机和其他的飞机 形成一个作战的体系 包括我们的导弹 然后用这种体系来对抗美国的 就是F22和F35这种隐形的飞机 所以当然可以对它们构成威胁 而且也可以用我们的体系的能力 打下这种隐身的飞机 也就是比较高一代的飞机 所以这个是不成问题的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看台湾的这个媒体是这样说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 海峡两岸的中国人 在这个观点上看法是相近的